第一位質詢的是吳議員議政 吳議員請發言時間十分鐘 韓達詢 議長還有市長 還有副市長 各位居所長 大家午安大家好 第一個非常 其實今天聽到這個新的報告 但對一個熱愛高雄的人 每個人其實都不會閒場了 只要真正在討論問題 我們很樂意看到每一個問題都被討論到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也能夠這樣建立一個很好的一個 大自當的方向 我覺得做一個在野黨要更認真 不然很難感到 我想今天在解決我們的問題 我相信一般的行政市政大家 不管是新舊團隊裡面的整合 都知道問題所在 那我今天一直要還在強調的 我相信市長跟所謂的團隊在編 這個金的新的修正這個預算 或是未來 雖然看起來好像都很順利 好像要錢有錢 可是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預算 沒辦法到位 還是錢的問題 那這些債務 我想市民朋友都清楚 我們現在受限非受限債務 大概有三千三百多億 那今年雖然增加的稅收 負債 借錢的速度放緩而已 還是在增加 所以依照現在況 除非零 不只是零 還能夠正 我相信在這兩年很難 甚至於在未來六年也不容易 那到底三千三百億 這個是擔任市長的一個天子 不管過去是哪一個政黨所留下來的 擔任市長就是要面對這樣的問題 這個等一下請市長答問 你有什麼長期怎麼解決 那這些受限非受限債 外面就不要再草市兩千多 要三千三百億 就是三千三百億 不管是受限或受限都要贏的 那我想這是一個以108年 我們現在我們大概主要 我們繳給中央的所得稅 大概就是四項 這個四項也會變成地方 給同手分配管的主要的一個 從這裡面的一部分來撥下來 但是我們給中央的稅 大概是這麼多 不只是這麼多 還有更多 這只是主要的一個四大稅收 那可是呢 中央給我們的 這個以108年是總共加起來633億 雖然剛剛市長有提的 今年是比較高 802億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 從這一百年到現在 108年來講 幾乎我們給中央的 跟中央給我們的 大概四成左右 平均 包括你剛剛報告的 如果是802億來計算 以兩千億來算 也是四成 所以中央跟地方的關係 可是要去給他們的 跟他給他們的 就是我們大概繳給他的錢 帶給我們多少稅收 大家再問過 可不可以就交市長 以僑科為例 他可以帶給我多少營業額 稅收多少 謝謝吳議員指教 就業計劃是大概一萬億 但是這個產值的佩比 我們再做一些調整 希望說能夠增加半導體產業 它的產值越來越更高 那稅收的部分 它的產值 只要用產值來算 直接的產值大概是 一千一百億左右 那關聯性的產值 可以增加到兩千五百億 那你業稅用五%算 假如用兩千億來算 那乘以五%都一百億 那按照剛剛您試算的方式 一百億大概 一百億大概分回來 我算大概用兩成算 大概二十億左右 這個我的算法 這個可以財政局再討論一下 也不是四成 但可能也不是你講的兩成 我們可以再試算 我們貢獻多少 如果假設一千億到一千八百億 你們說談到佩格是一千八百億 那南科共一千億 包括衍生性的兩千五百億 不要兩千億 他可以業稅5%就是75億 可是給我們的同酬分別感 不好意思 是兩千五百億的多少 0.27% 真正的我們營業稅 營業額貢獻的千分百分之 0.27而已 2.7億 一千億2.7億 你剛才說的兩千億 不要說兩千 不要說兩千億 三千億 抱歉 八億七 現在的計算公司 只能給我們百分之0.27% 你剛才說的五十八 那好要五十億七十五億 抱歉 都是捐給中央 都要交給中央 中央算給我們的 我們增加的營業額 就是增加 百分之0.27% 就是0.0027 所以你拼幾包 拼巧克 又拼 循環園區 你拼一拼一招好不好 多少 二十七 拼幾包 礦物那麼多 環境成本那麼高 就給我們這麼多 所以這是為什麼一直在強調 這個統籌稅分配管 不是說 台北是好家 你給它拼一拼 中央你好家拼 中央沒好家 我們講的是這個公平 是對一個城市要努力 是完全不公平的 傷害非常大 不管誰在執政 對我們高雄 對地方都是一個 很不公平 大魔咒 大魔王 中央是大魔王 在財政這個事情 更惡劣的 還有更惡劣的 不是你啊 你以前也說這個 中央爽稅 中央婆受罪 我相信你現在還是台湾的心情 到地方更是這個心情 財政局局長 你知道嗎 我們石化葉 去前幾年 一百零五年 給我們這邊多少 給我們說帶來一兆的稅收 那時候我們財政局說 金發局說 可以帶給我們二十七億的稅收 你怎麼知道經過一百零五年到現在 增加多少稅收 局長怎麼知道 因為石化葉帶來的 因為石化葉 總公司難以 請到局長答覆 局長請答覆 謝謝吳議員的一個指教 不用看他 不是 對我不用看 我自己不簡單給你報告 你說的這個就是我們 你在意的就是中央統籌的分配稅款 到底你石化葉 這些 一兆啊假設是一兆 我能夠增加多少 可以增加多少 我現在給議員報告就是說 第一 我們現在的計算基準裡面 已經有50%屬於當地的營業收入的 營業額 就是你的所得稅 跟營業事業所得稅 整體加起來 一降50% 50%的全數 我假設因為 它是水源區塊33條裡面 我沒辦法取得這幾斤的石化葉的營業有多少 我整體來講 我都和他樂觀感 冠軍來 結果論來講 它的權重占0.02 所以整體來講 整體來講 只要這些石化葉設廠在高雄 當然它對我們地方的統籌費 一定有幫助 多少 是 一般有幫助 一般像你剛才說的 如果如果1300 1300年的增加100億來講 我的稅收是我的統籌分配稅款可以增加2750億左右 一趟會多少 一趟會多少 一趟一百億是 兩萬兩千七 如果按照你進行的一個公法 可以20億 那是保守的一個 推估 但是實際數來說 是要因為 我剛才有說過 雖然這幾個三個條 每家個案的營業額 我沒辦法實際掌握 局長這麼多 我沒有違覽你 不是違覽 我只要你報告 保守的估計是10億 我的報告就是這樣 沒關係 你請坐 他說計算20億 請坐 你再問你的幕僚 再研究一下 照理講 如果一照是要給我們27億 但是中央呢 我投籌分配案 多給你 我一般補助款就給你降低 所以說整個 可能連20億都沒有 整個 才整個石化葉 我們無貴保理者 來到這裡 總公司簽 大家都會發展公司 要簽到高雄 抱歉 我多2億 還多3億而已 你再去查一下 這個是中央 雙重報銷我們地方 你跟旁邊多少就沒辦法了 待會多少 其實是 幾億 20億都沒有了 你再查看看 你剛到我不會怪你 我覺得這個是稅收 中央有時候不了解地方 你到的地方 你應該要更去了解整個碰到的問題 所以最後 我還是說 大家喬科半導體 是現在中美 整個對抗 我們台灣是很受益 我們知道要掌握這個機會 但也不要忘了 張中央曾經提醒過 進入AI時代人力需求大降低 5%到10%可以獲得高薪 剩下百分之九十 會比以前更慘 但我也很高興看到 陳市長有對其他產業的一個重視 還要再更重視 不然你半導體好 稅金也收不到 就業還沒增加 還要跟坦達講的 環境成本還沒計算 這是我以上 好 謝謝吳怡正醫眼的質詢 接下來我們